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TDD项目的第一个受采访的中方设计师 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和你从事的工作 也跟我们所有TDD的观众打一个招呼 大家好 很高兴能来这里录制节目 然后也非常感谢罗总和TDD的邀请 我叫蒋敏玉来自上海海事大学 许倍红艺术学院 然后我现在主要的这个专业是 船舶设计和室内设计 那我们的船舶设计包括各种各样的船舶 有游轮 游艇 客滚船 客箱船等等 那我们在这个游艇设计领域 已经做了非常长时间的一些设计和实践 因为我们学校有非常多的专业的一些游艇设计的 比赛近几年都拿了非常多的一些奖励 一个实验 那主要是去研究游客的行为心理和空间导石 包括它的空间巡路 为的就是提高整体空间的一个舒适性和体验感 那我们在这个实际的项目当中也有非常多合作 我们有很多的一些社会实践基地 最近学生在做一个项目就是关于游艇设计 那游艇公司可能会造一个真正的游艇 然后在我们这个还是大学的智慧湖上面航行 那这对学生来说也是一个肯定 那同时呢就是我们现在有关于游轮的一些设计 在这个游轮领域 我们为中国第一艘中型游轮 在做它的室内和外形的这个匹配设计 也是为了中国将来的游轮游艇的这个行业发展 做自己的贡献 您对于就是目前我们中国在游艇设计方面 整个大的环境是有什么样的一些认识 那比如说同我们的国际的这个游艇设计相比 我们中国的游艇设计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 我国的游轮厂业呢发展的非常晚 其实在中国也就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 那因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其实中国很多的设计大部分都是参考了国外 那国内其实原创设计是比较少的 我们的很多的设计比较与国外类似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游轮产业它需要一个自我的革新和发展 同时呢因为国内的游轮游艇设计专业是没有本科教育 全部都是一个专科院校的一个教育 所以学生在能力方面也有所欠缺 同时因为没有相关专业的老师 那也就很难培养出这种非常解触的一些人才 而且游轮是一个交叉学科 它需要很多学科的结合 所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游轮学科 游艇的这个专业还在一个一个尝试的一个阶段 我们应该就大力的去发展游轮游艇这样的一个专业领域 这些学生对于课程的欢迎程度怎么样 而这个学这个专业的学生 他在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在未来的就业上面 目前还有什么困难可以分享 在中国年轻的学生其实非常喜欢这个专业 因为它有创造性 而且呢非常有趣味性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一些客观的现实 就是中国的学生 如果是艺术生的话 他们其实没有结构方面的能力 所以他们很难胜任这样的工作 那而且我们很多专业是开设在工业设计领域 那工业设计专业的学生 他们的就业大部分是往互联网公司 因为很现实 这个公司的薪资会比较高 所以呢就是结合这些因素 虽然学生非常的感兴趣 但是参与这个游艇设计方面的人才会比较少 作为上海海市大学 那么在游艇设计方面 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教学的基础 那么作为学校来讲 下一步在游艇设计专业的发展上面 有一些什么新的设想或者计划 我想从三个方面去考虑一下 一个呢就是我觉得要建立起这个产业 因为游轮游艇并不仅仅只是设计方面的一个尝试 那我们需要以学校为基础 厂学研合作和企业和研究机构 一起去建立一个更好的一个平台 那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应该从学校本身去考虑 学校应该整合整个校园内的资源 比如说把各个专业打破这个专业壁垒 然后让这个各个专业能够融合 为培养这个方面的一些人才做一个基础 第三方面那还是需要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更好的一个国际合作机制 让学生走出去 让老师走进来 然后建立一个更好的一个平衡 在游艇设计专业的教学上面 你们学校有没有一些国际合作的项目 或者是国际交换生的这些类似的计划吗 我们学校呢其实一直有在做国际交流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们跟英国澳大利亚包括其他很多国家都有一个二加二的一个课程 那我们会两年在国内学习 两年在国外学习 然后学生拿双学位 而且我们会邀请国外的很多老师过来做workshop和这个课程 那我们觉得这个模式同样也可以用在游艇设计 我们可以邀请游艇设计的相关人士 来我们学校给学生做一些课程演示 做一些课程上面的一个讲解 那第二个呢就是可以以这个联合办学的一个形式 让培训就培育这个方面的一些人才 同期呢我们可以就是以论堂或者是这个活动的方式 去扩大几个地方或者几个区域的一些联动 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觉得游艇设计这个方向 未来它在中国的发展前景怎么样 我们知道因为中国就是受疫情的影响 这两年新经济包括这个双循环已经成为了我们国际的一个形式 所以我们会以国内的循环为主 然后国内国际相交融的这样一个政策 所以因为设计它其实是为整个市场服务 那我们未来的这个中国的设计领域 那它肯定也是为未来的消费而服务 那游艇它本身就是一个高度体验和高度消费的这样一个产业 所以呢我觉得游轮游艇以及高附加值的一些偏享受型的这样的服务 未来在中国会是一个趋势 那我们的专业和我们的一些学科设置将来也会以服务和这个产业趋势为驱动 来做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 上海作为中国这样一个特大的经济中心 上海对于我们镜头前的这些设计师来说 特别是海外的这些游艇设计师来说 上海或者中国对他们的职业发展是不是一个机会 你有什么想跟他们分享或者想跟他们说的 我们知道游艇它是一个高附加值的一个高体验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产品 那中国特别是上海我们有巨大的一个中厂阶级 那中厂阶级在未来的几年 他们的需求就是要一个高品质生活 那游艇它就是高品质生活的代表 我们游艇不仅仅是可以带来水上旅游活动 那游艇它其实也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释放压力 然后远离城市这样的一个生活 所以呢 在中国的这样一个大环境下面 游艇它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那因此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上海这样一个 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情况下 我觉得让他们为上海的这个时尚产业 为这个创意产业做他们的一份贡献 那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国内的设计 国内的产业能够匹配上来 所以我也非常欢迎这个国际 国外的这个友人来到中国 为中国的这个新兴产业做一份贡献 那也非常感谢这个DDD的邀请 和这个罗总的一个采访 谢谢 感谢观看